大家好,我是Margaret,今日和大家介绍新股,2531,广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。 股份公开发售日期为2024年6月28日至2024年7月10日,安排日为7月12日,上市日为7月15日,保健人为建营国际。 招股价为4.7到5.3港元,每首股数500股,一首入场费约2676.72港元,集资规模约2.99亿港元到3.37亿港元,如成功上市,市值大约17.23亿港元到19.43亿港元。 基石投资者为惠州市国会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,总投资金额为0.88亿港元。 公司在中国汽车后市场行业参与者的车载硬体以及Source营销及管理服务提供商,根据着实咨询报告,按2023年收益季,公司在中国汽车后市场行业Source营销及管理服务提供商中排名第一,市场份额为6.1%,而按2023年收益季,公司在中国汽车后市场行业车载硬体提供商中排名第三, 市场份额为3.4%,公司旗下包括两项业务,销售车载硬体产品,公司提供车载硬体产品,包括车载娱乐系统产品,车载安全系统产品,及切入专有软件的智慧核心版。 公司的产品为提供与4S店及管道合作伙伴的连接到后台基础平台设施,及利用公司开发的接入平台,接收、储存及处理车载硬体产生的数据,及为提供与车载设备OBM客户的智慧核心版。 公司的车载硬体产品支援导航辅助、碰撞检测及在线娱乐等网联合功能,借此对4S店客户赋能,加强与汽车用户客户的联系,并提供基于硬体、软件及服务的整体解决。 Source营销及管理服务,包括针对4S店客户及管道合作伙伴提供的D家智慧门店Source系统及服务,以及针对汽车融资租赁公司提供的虎哥一顿智慧。 车管Source系统及服务,公司D家Source通过客户直接接触,自动数据标签和用户管理以及精准营销等功能。 14S店客户更好的管理车用户客户,D家Source的该等功能为公司的4S店客户赋能,让其简化和自动化工作流程,并帮助其实现客户获取,并提高其销售绩效。 此外,通过D家Source,公司能面向车用户及4S店客户的客户并向B等提供Source增值服务。 公司的其他产品及服务虎哥一顿Source使公司的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客户,能够在提供融资后监控融资车辆及车辆管理过程中,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,提高车辆召回率,减少经济损失。 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,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,公司收入为5.61亿元,年度益力为0.52亿元,毛利率为44.9%。 按分布划分的收入方面,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,销售车载硬提产品收入为2.26亿元,占总收入40.3%,毛利率为17.9%,Source营销及管理服务收入为3.34亿元。 占比59.7%,毛利率为63.2%,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,公司计划月37.3%将用于增强集团的研究及开发研发能力,月32.7%将用作将集团的服务范围扩大至汽车行业产业链上的其他参与者,月20%将用作寻求潜在战略投资及合作机会,月10%将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。 从投资角度来看,新股部门给予2531广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三星评价,根据招股书资料,鉴于中国经济前景乐观及乘用车的汽车保有量增长,汽车后市场行业的市场规模预期将于2028年达至人民币9.1万亿元,2023年至2028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1.8%, 未来中国汽车后市场行业规模有望继续蓬勃发展,另外,未来汽车智慧网年将会成为趋势。 汽车后市场行业智慧网年服务可以通过车载硬体,产品及Source营销及管理服务将汽车连接到互联网,为客户提供更全面及高效的服务。 公司已经在汽车后市场行业积累了相当的技术以及人才,所以具有一定优势。 从投机角度来看,新股部门给予2531广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三星评价,公司年度屹立近三年实现连续增长,但无论是车载硬体产品销售还是Source航销及管理服务领域,均存在较为严峻的竞争。 因此广联科技对行销形成了依赖性。 招股书显示,报告期内,广联科技分销及销售开支分别为3180.7万元,9128.0万元,1.59亿元。 综上所述,公司建议的认购策略为现金认购,本人李小燃为证监会持派人士。 以上内容数个人意见,不构成买卖邀约。 新股新玩法啦! 用知灵利息,有仓底免入按金,开户奖赏1万元。 详情看回费立证券网页啦!